西洋大人 每天都告诉你好天气 各位朋友朋友好 我是彭启明 昨天开始呢 台湾各地已经转为 比较稳定的东北风的形态 那东半边的水气稍微多一点 西半部相当的晴朗 北部呢 属于晴到多云的天气 可以多晒晒阳光 非常的舒适 那今天呢 更偏向东风 温度略回温大概约是一度 东半部还是云量略多 东北部到宜兰花莲 还是有些局部阵雨 但是各地呢 都是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 那类似的天气呢 将会持续到周日 这个是很难得的稳定的暖冬天 那西半部还有北部的朋友 可以多珍惜一下阳光 那下一波的改变 会在周日的晚间 预期呢 有波东北风增强 也伴随着水气接近 北部跟东半部 会转为阴沉偶振雨的天气 那温度略降大概一两度 中南部还是维持稳定的天气 不过这波很快 到下周二就会减弱 也再度转为类似近期的稳定天气 那预期近期呢 大概七到十天呢 都是维持类似的形态 东北风有时候强 有时候弱 都是稳定的形态 那这个都是一种很难得的情境 因为上一波是在11月底 接近12月初 虽然说有创下低温的记录 但是冷空气的强度不够 都还是靠辐射冷却才创新低温 但是11月呢 还是有三波冷高压南下接近 冷高压的南下到台湾的频率 反而在12月呢 比较少一点 目前预测上呢 可能最快要到12月下旬 才比较有一点机会 但是强度呢 还有影响的时间都还要观察 那近期呢 在北极震荡的指标上 也看到显著的偏正哦 那表示说 极力的冷空气的位置呢 比较偏北 不容易南下下来 这可以解释 近期台湾偏暖的原因 而欧美呢 也有许多地方 也有显著偏暖的趋势哦 不过冬天才刚开始了 还是会有几波冷高压南下酝酿的 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好节奏 把握好天气 在剧烈降温的时候 保护好自己 以及亲友的健康 才能够趋劲避凶 以上气象游 天气风险 彭西门提供 具体重量的 最重要的就是 消灵的 不过冬天才能够 我们必须想做 刚才做出 在这个地方 让inden 让他们 就像这个 国立的 冬天才能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